台湾从大陆消失的市场 能不能从美国来期待 不可能 语气坚定 直言台湾近期内要开辟新市场 取代大陆南上加南 商总理事长许舒博忧心的 就是近期大陆宣布 对台寄出贸易壁垒调查 外界认为这动作 可能是废除ECFA前兆 冲击台湾经贸产业 我是没有感觉到说 这两岸的经贸要走到断这条路 大陆方面要断南的断ECFA的话 他也不需要去做这个动作 事实上他直接可以宣布 就把ECFA断掉 而大陆这项调查 首当其冲的是 农产品五矿化工以及纺织品 市场更优心 可能影响ECFA早收清单 其中136项是有关纺织品出口 更有纺织业者说 要是全面开放 接下来GDP可能腰斩 已经占了53%了 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几 还如果继续占据的话 那台湾就没有纺织业了 14万人可能就要失业了 根据统计 早收纺织品出口大陆金额 2022年是10.3亿美元 2021年是12.04亿美元 衰退14.4% 但还是超过10亿美元 销售到大陆 从占比来看 早收纺织品占整体出口值 近两年也都超过八成 如果通通开放的话 其实对台湾纺织业的灼伤 是很厉害的 贸易问题政治化 或者做政治操作 这对于两岸经贸关系的 正常往来是不利的 那既有的机制就可以进行 而不需要做这样的动作 贸易壁垒调查影响多少层面 还得等大陆调查 但可以确认的是 政府要是在用口水引击 苦的还是百姓 特别新闻 李国人赛会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